大家好,今天是感恩节 刚从曼哈顿排完梅西百货的游行回来 现在是中午了,12点过吧 雨越下越大 老板你好,你好 那视频的发雨越下越大 现在12点钟,今天是下雨的高峰时段 现在我刚下地铁嘛 今天这个直播淋雨淋惨了 手机都进水了,我还打着伞 然后背上还把那个书包放在雨衣里面 因为要直播还要拿那个云台嘛 简直搞不定啊 还好就是差不多我播了两个小时吧 那个游行就结束了,但是那个通电口都进水了 因为它雨是飘的,你知道吗 哇,梅西百货今年是最大的一届这个感恩节游行 可是呢,千功不作美啊 但是呢,大家的热情还是不减啊 警察还是指手,然后演员们也很卖力 哇,美国姑娘,美国小伙 美国的青少年太给力了 他们一点都不怕那个雨啊 感觉他们很享受 都是为大家展现最好的一面 满脸笑容,哎呀,我都被感动了 所以呢,我下地铁了 哇,这街边卖水果的今天 今天本来是个赚钱的好日子呀 今天这个雨就给破坏了 但是呢,餐厅排队的人,说很多人 我现在就走路嘛,现在 把法拉盛,咱们华人士去的也给拍一拍 你看,这视频可能有点抖啊 我这,一只手拿着一只手这么拍 反正就给大家随便扫个街吧 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今天是什么样子 哇,要是今天和昨天那个天气打一个 换一个个儿就好了 昨天,阳光灿烂了啊,我还没出门 今天下暴雨我还出门呢 这什么神奇,哇,街边的水果摊 这个雨下的一个大呀 今天华人摆地摊的都没有了 只看到几个西域仪的朋友在摆地摊 那边桥下有些人在摆地摊 听说今天酒店好多人 但是我现在不能去拍那个餐馆了 因为什么呢 我这个要到回家去吃饭 嗯,家里有,家里有客人 嗯,家亲戚来吃饭 跟亲戚聚一聚啊 你先回家去买 到那个韩国店去买烤肉 韩国那个,韩亚龙超市的肉比较好 它牛肉的品种比较多 就适合烤肉的那些部位 大家看这个,长江超市这儿到了 哇,那边地铁站有人受伤了,还是什么 地铁啊,有人摔倒了 地铁那有人摔倒了 地铁站有人摔倒了 急救车来了 阿弥陀佛啊 都躲到天桥下面了 在卖雨伞的啊,卖雨伞的 哇,水果也,水果也打折了 嗯,今天卖散的赚钱了 我跟你说,在那个游行那儿 今天游行啊,那个感恩节平时爆满的 那个,今天的VIP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做,你知道吗 做了一部分,做了一部分 长江超市的水果 哇,看这个雨啊,把这个雨棚,雨棚焊一焊 老板好,好,好大的雨啊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嗯,放一圈 今天真的出门比较麻烦 那个,你看,很多人要红灯要过 你看,山不照嘛,对吧 我现在直接回家了 我先回家把那个东西放一下 然后去超市买菜了 走路买菜 通急啊,通急啊 这个,电线杆子上 大家看,3500美元通急啊 这个华人大叔 犯什么罪,大家自己看啊 他就烧着人家男孩 他说给钱给别人 反正就是流氓罪 我们中国就是老流氓啊 这不我说的啊 这个,上面说的是确定了的 他给人家钱 你知道吗 就是在罗斯福大道 凯西拉大道那边 大家自己看嘛 Instagram上面,Facebook,Twitter上面 都是他的照片啊 这我不是造谣啊 这个啊 电线杖子上的警察 给大家悬赏啊 你看到没有啊 这可不是瞎说的 因为什么 他给钱的 那个男孩是个孩子 15岁的孩子 都未成年啊 啊,这个不是我造谣啊 不是在这儿恐吓啊 什么煽动啊 大家看啊 警察局贴的啊 到处贴的啊 我是拍的马路杆子上啊 不关我事啊 大家走过路过看 前面还有贴满了 法拉圣的街头贴满了这个 按咱们中国就说 就有点那种的 对吧 他是 老头 烧的男孩 卫生年 一路电线杆子上面 全部都是 这下出名了 我的天啊 社交媒体上也有 看这个雨多大 我就一路走吧 餐厅爆满 餐厅爆满 现在 这么大雨出来 吃饭也老火 大家还要排队 还要打伞 雨兮兮的 然后吃一会儿呢 还要走 还不是在家吃呢 对吧 我都说本来去照顾 华人老板生意啊 但是我才从雨里面 跑回家 又到外面去杠雨 哎呀,我就不想再出来杠了 我想在家里吃饭算了 拉倒了 对吧 哎 干来干去的 双喜食品 大家超市也好 东西好 一路回家 螃蟹 螃蟹螃蟹 不,螃蟹不能烧烤啊 拉倒 我螃蟹可以蒸来吃啊 再看吧 去买点虾 我先买点虾 买点活虾 我先去把那个虾买了 一会儿我就不用过来再买虾了 因为我一会儿去韩国超市买一买 太大雨了 太大雨了 吃门太不方便了 我昨天买活虾 现在人还不是很多啊 现在大家在中午就家吃饭 买虾,活虾,油水虾 哇,油水虾 二十四块九毛九 高一点,高一点 还活的啊 还活的 一半啊,不知道 可以可以可以 够了是吧 我看看 再拿点 三个人 对啊,今天过节 多买点 太多了 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么多 用麻烦了 要不要你帮一下 你帮我一下 不要帮 他说 不用帮啊 你要吗 用帮你拉倒 活的 活虾 二十四块九毛 我买了油水虾 二十八块两毛四 谢谢 雨太大了 我怎么拿呀 再说一下 今天 在纽约曼哈顿 唐中街那个红房子 就是政府的机构 有免费的 感恩节大餐可以吃 就是照顾一些 没有家的人 也不一定说 是穷人啊 或者是流浪街头的 就是说 你觉得你有需要 你就可以去吃 比如说 有些单身人士 他一个人 没有亲人的 没有家人的 这世界上就 就剩他一个人的 孤苦伶仃的 对吧 家里没有条件 吃火鸡的 或者吃不起的 买不起的啊 你都可以去吃 我以前都去过 非常好 那今天下雨 他们那个活动 也是应该是 一直进行的 好像是下午 两点钟就开始了 以前我都去拍啊 今天不去了 太大的雨了 然后再讲一下 今天早上的见闻了 今天早上嘛 那个地铁站里面 好多无家可归者 就睡在地铁车厢里面 因为下雨嘛 他们也没有地方去 你说在街边要钱的话 雨又太大了 就是这个情况 我回来的时候 也是车厢里面 很多无家可归者 你就裹着被子 车到站了 到点了 也不下火 也不下地铁 就一直在那睡啊 也是挺可怜的 想想其实每个人 应该都很幸福的 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有妈妈的 有爸爸的 对吧 应该有个家庭的 哎呀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 今天是团聚的日子啊 当然我们中国人无所谓 今天 我们也不过 有些人过这个节 对吧 有些华人是不过这个节的 反正也就是过节吧 找个理由吃人大餐 相当于也是和朋友聚一下 但是老外他们这个是 真正的过这个感觉的 对吧 因为他们这个是有历史的 现在我又打着伞 又拎着东西啊 走路有点晃啊 手机 哎呦这个大树给锯掉了 打雷给劈了吧 你看 这个树子年龄还是比较大了啊 这个结局啊 好视频最后祝大家今天这个感恩节快乐 虽然今天下雨啊 但是 也意识着风调雨顺啊 期待来年啊 谢谢大家